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韦佳琪 那么首先要带您先来关心的 依旧是台北市大直街的 严重名贼塔陷案 原因就是景林在旁边的基台工地 目前预估要贯张5400立方公尺 但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 只贯了2000立方公尺 预计要到星期天才能够完全填平 雪泥玉扮车进进出出 一刻都没停 一辆灌完接着另外一辆 马上倒车开进来 从7号晚上至今 近200辆的预办车连夜灌江 就怕民宅再度塌陷 在基台工地旁边的5栋 是受到影响直接下线 那其实这一区块 最边间也是在基台工地的旁边 为了避免整个范围再扩大 也因此紧急撤离 为了随时监测建筑物的状况 现场装设黄色的寝度盘 一旦不稳定就会显示 目前影响的范围有多少 使用俯瞰图 塌陷民宅上方是基台建案 左侧是盛德福建案 疏散住户的范围总共是六大洞 以大直街94项一弄 以及三弄为主 包含紧邻工地的两大洞 接着是巷子另外一侧 整排的住户 其中这块受影响最严重 尤其民宅下线后 光是评估工地要灌江 至少约5400立方公尺 7号晚上进场后 目前灌了2000立方公尺 预计周日填平坑洞 好好的家变成这样 住户忍不住痛 他不是一栋一栋的说 这栋倒了这边不会影响 他现在是整个连着 停电以后就开始 那边开始垮了 然后我们就说 这样到底要不要撤离 然后我们就跑去问他说 我们到底要怎样 你们要撤离 我说我们要撤离 你要来通知我们 我们怎么会知道 去年才花300万元重新装潢 如今有家归不得 盛德福大直工地 2021年动工 预计2025年完工 吉态大直则是去年开工 预计2026年施工完毕 过程中到底怎么 与邻近住户沟通 怎么最后演变成民宅下线 统统被迫撤离 若回田后平稳 住户能搬家 但还住得安心吗 TVA新闻 总共同 一开门回家就发现 席柜旁的磁砖 又掉了好几块 更严重的是隔壁这户 大门口的墙面直接裂开 走到楼梯间看 更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痕 这种情况早在去年 隔壁建案刚开始时就有了 家中磁砖裂开的范围 一天比一天大 再看看这个玻璃柜 遭到挤压变成弯的 只好先用胶带包起来 怕它爆开 而这个看起来像是刑具的墙面 其实是因为零损漏水 建商找工人来打针 才会有一堆钉子在墙上 后门甚至没有办法好好关上 一打开就是害他们家 变成这样的工地 受灾户表示 他们已经抗议了好几次 都没改善 虽然这两个礼拜的情况特别严重 但住户表示 隔壁另外一栋 已经盖起来的建案 在去年8月刚开工的时候 他们家就已经出现了零损 受灾住户透露 早在去年盛德福建案开工时 连续避开挖就有问题 8月时靠马路的1号这户 就已经倾斜 隔壁3号这户 则是墙壁出现裂痕 围墙裂开 9月换基态建案开工 零损情况更加严重 整年下来 大大小小的裂缝不断出现 直到两个礼拜前 力打工程的盛德福建案 又在挖地下室 基态建案也还没挖完 怀疑是双重打击之下 他们这栋才会撑不住垮下 也不是只有这栋 其实这整排13579号 其实大家都有 污况越来越 越恶劣的状况 对所以大家陆陆续续 都提出非常多次的层情 一年多来的抗议 还是换来房屋倾倒 看着隔壁在盖美银上百万的 高级住宅 自己的家却被牺牲 受灾住户 生气又无奈 TVB越顺 综合报道 好 当然只是在昨天晚间 发生了这个住宅 塌陷的案件 很多人吓了一跳 事实上还记得吗 新竹之前也发生过 这个马路出现的天坑 车子掉下去的情形 这两个案件 共通点 其实附近都是有建案的 因此也被认为 可能是这个建筑工地 施工不当才造成天坑 专家也提到说 其实天坑出现之前 是有机可循的 如果您的家里 附近有建案的话 就要注意三件事 包括了你的墙壁 是不是开始出现裂缝 或是门窗 突然变得比较不好关 又或者是马路 有出现裂缝的话 其实这都是天坑的前兆 专家也点出说 特别是双北 土枝比较软 更是需要严谨 如果今天附近有建案 而他希望能够 进到你家里头 来做零损鉴定的话 专家也建议说 不要嫌麻烦 他要来就让他来 因为万一这个建案 真的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的房子 真的出现污损的时候 才不会到时候 求偿我们的状况 另外如果你买的房子 是有天坑的问题 专家也点出说 天坑发现的第一时间 就是要立刻灌水 因此搬进去住之后 也要注意地下室 是不是有渗水的情形 房产专家斯威 则认为说 会出现天坑 代表说这个建案 可能有偷工减料的情形 也要特别注意了 再来就是不动产 估价师他有点出说 如果因为出现天坑 而交屋延迟的话 其实买房子的人 是可以要求违约金的 另一方面 如果房价因此下跌 其实也可以来要求解约 大雷雨轰炸 半个台湾 这波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才会停 恐怕是很多观众朋友 心里的疑问 受到迪亚带影响 各地的大雷雨 会下到入夜之后 周末的天气形态如何 再交给记者讲细 好 这两天 大家的感觉是 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比较广 而且强度也比较强 其实主要就是受到 低压带的影响 不过好消息是 低压带要难移了 对我们的影响 是比较减弱的 包括在周六的时候 其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 就比较集中在中南部 北台湾 基本上降雨是比较趋缓了 到了周日的时候 水气又更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像是这个山区 还有一些零星的雨 其实平地的部分 都已经转干了 现在你就提醒了 包括在周六这一天 其实中南部跟东南部 还是容易有 比较较大的雨势的 但是到周日的时候 就会转为多云道晴 是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 而下周的部分 包括周一到周四 各地也都是 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主要午后雷阵雨 比较常出现在中南部 还有北部的山区 但相较这几天 其实也是比较零星的 除了雨的部分 气象学特别提醒了 包括周末到周一的清晨 要注意的是 北台湾其实是有一股 东北风下来的 因此大家的感受上 比较早起的话 其实清晨会感觉 稍微有点凉意 温度可能会在 22到24度左右 提醒民众也要注意了 不过讲到下雨 我就不得提 这刚才才离开的台风海葵 虽然它已经减弱 成为热带低压了 但是残雨的环流 持续往西移 肆虐大陆东南沿海 尤其在昨天晚上开始 在广东沿岸带来了暴雨 更为香港带来了世纪暴雨 香港天文台 昨天晚间11点5分 紧急发布了 黑色暴雨警告的讯号 而且持续的时间 超过10个小时 创下有记录以来 持续最长的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这波黑色暴雨也导致香港 虔诚瘫瘫瘫瘫 香港 柴湾 马路 烟城小河 还有大水不断从地底涌出 好几台车受困熄火 不论消防员还是民众 都得涉水而行 当时水位已达到膝盖的位置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小时 许多驾驶为了保命 只好被迫汽车 香港斜迫地形 还成了滑水道 这名撑伞女子一时狡猾 就被大水往下冲 场面现象怀声 瞬间暴雨还淹没好几座停车场 里头车辆几乎全数灭顶 损失难以估计 黄翠村停车场 这里水位上涨的情况 是非常之快的 我们原本做直播前 水位距离我们大约是5米 不过两分钟之间 水位已经是完全上涨 浸过了我的脚面的了 此时外头的情况还在变糟 大水甚至涌进巴士里头 民众无路可逃 只好爬高到第二层 但这些都不是最夸张的 7号晚间的大水 还淹进了黄大仙地铁站 现场水声急息 还有民众拍下列车入站时 旁边月台已经变成小河 乘客惊呼连连 到了白天 黄大仙站的出口 还是一半泡水 一旁阶梯水是湍急 根本无法行走 另外黄大仙中心 北馆地面低层的位置 也完全被淹 里头商店被拟水淹没 水位高到手扶梯的位置 上午10点地下餐厅 全数遭殃 甚至有餐桌椅在水上飘 香港地铁大瘫痪 民众回不了家与站务员爆发口角 但香港与世真的夸张到户外月台的水 也涌进轨道当中 形成一整排的小瀑布 受海葵残与环流影响 香港先是在7号晚间 9点25分发布黄色暴雨警报 25分钟后改为红色暴雨 深夜11点再改为黑色暴雨 使雨量超过158毫米 直接打破139年记录 根据香港雨量统计图暴雨区 集中在中央淡粉红色的位置 包含香港天文台在短短24小时测得超过600毫米的雨量 将当一天内就降了年雨量的四分之一 但也有民众怀疑 这次香港灾情惨重 可能与深圳泄洪有关 因为深圳凌晨突然泄洪 却只提前16分钟告知香港 对此香港区务署署长否认关联 强调淹水纯粹是特大暴雨所致 部分民众则点出排水系统的问题 因为香港这些排污系统 太厉害了 刚刚打雨冬 那你那些野污泥就摘得了 那那些汽水系统就去得不好 事实上7号晚间到8号上午 深圳暴雨也打破1952年以来的气象记录 12小时降雨量破465毫米 恐怖大水狂冲的镜头 看起来比香港还夸张 还有男子在餐厅中直击土石流灾情 餐厅内的厕所当场被土石覆盖 好险民众躲得快才没有受伤 深圳和香港都因为这次的雨灾宣布停课 港股发号还暂停交易 整座城市形同瘫痪 灾情简直比台风来袭时还要夸张 比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乌俄 乌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62天 最近两军护红的状况越来越频繁 乌东市集遭到俄军轰炸的隔天 乌克兰也怀疑颜色 他们透过了无人机清晨出击 兵分三路 突袭了罗斯境内包括莫斯科等城市 至于在地面作战上面 去年死守马里乌波尔的亚素营 又称乌国民警卫队 最近重新集结 以特战行动去杀俄军 要把乌克兰阵地向前扩张 深夜里民众看出窗外 不远处爆出巨大火球 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 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吐袭 尽管俄国声称防空系统 击落无人机 但消防队10万火机赶赴现场后 发现三栋建筑物受损 外加一人被波及受伤 乌尔战争的战火 最近几乎天天降临在俄国境内 无军无人机甚至在当地 七号晚上同时兵分三路 针对罗斯托夫布阳斯克州 和莫斯科进行新一波攻击 这架无人机在距离俄国首都只有46公里远的 拉免斯科耶市被拦截 碎片造成公寓受损 索性没有平民伤亡 但俄军就没有那么幸运 这辆银色轿车出没在赫尔松被占领区 据传上面载着俄军和联邦安全人员 车才开到一半就遇上死结 事实上这些攻击的背后 都可以看到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踪影 布达诺夫年仅37岁 他不只是乌克兰史上最年轻 也是全球最年轻的情报局长 年纪七轻的他却是经验老道 而且口风紧得很 他分享自己办公室里有一张画满记号的俄罗斯地图 标记出所有可以轰炸的地点 甚至透露俄罗斯曾经试图暗杀他至少十次 另外就连他掌管的情报局标志徽章都含有深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大战情报局和军队在战场上成功灭敌 泽伦斯基的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乌东作战的第十二旅 因为里面包含了去年在马里乌普尔作战的亚述军团士兵 尽管在去年5月20号亚述军团投降后被俄军俘虏甚至几乎被灭团 这五名亚运指挥官透过换球协议获释 今年7月在泽伦斯基的陪同下重返乌克兰 他们当时就誓言要回到前线 如今亚述军团重新整顿 八月底现身在乌东卢干斯克的克尔米纳森林和俄军作战 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乌尔开战562天乌军也是越打越顽强 TBB的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平右反坦克炮弹 此前英国率先向基辅派遣了有争议的弹药 但是我们带你来看到这款平右弹可以说是杀伤力相当的强 而且最为争议的就是民众受辐射影响可能会导致癌变的情况 过去美国就曾经在伊拉克雷做使用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就认为了 这能够帮助乌克兰突破俄罗斯的战线 倒是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则认为 美国需要承担后果 美国承诺军援乌克兰的爱布兰坦克即将交付 现在也批准M1爱布兰坦克会使用到的平右弹 将一并军援乌克兰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快闪基辅时顺便宣布给的大礼 军援和人道援助一共10亿美元 当中军援项目就包含口径122毫米的平右弹 要帮乌克兰反攻再推一把 早在1990年代的波湾战争 M1爱布兰坦克就使用过平右弹 这次军援给乌克兰主要是要对付俄罗斯的T72坦克 这让俄罗斯气得跳跤 批评美国要毒害乌克兰就是因为这瓶右弹 是能引发核爆的浓缩诱的副产品 虽然和浓缩诱的浓度大不同 但是平化诱的弱放射性依旧被视为一大危害 不止俄罗斯 中国大陆官媒更将平右弹形容为邪恶装备 可以说它是一种邪恶的装备 平右穿甲弹包括有平右合金的这样的一些弹药 击穿装甲之后还会产生一定的持续性的燃烧 那么它会产生二次杀伤 甚至可以针对像主战坦克内部的弹药进行这样的一个训报 央视分析之前英国给的平右穿甲弹 就是因为穿透力能比一般的乌心穿甲弹 集穿深度可以多出10%到15% 但是央视同时也报道对健康有大大危害 平右弹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 可以使弹体发生沉化 变成微粒随空气流动而四处飘散 容易引发白血病在内的许多癌症和一些肝脏神经系统疾病 声称西进平右弹沉化的空气微粒 会让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 以及增加罹癌几率 但是美国的五角大厦搬出CDC打脸了 美国和北约都声称过往的研究 没有发现平右弹的致癌病例 间接批评中俄都在放假消息 成清平右弹是M1坦克的标准配备 要外界不要小题大做 而乌克兰不只有美国还有北约的援助 北约的成员英国挪威荷兰等等 协助秘密训练乌克兰海陆队员六个月 将近千人的队伍最近才截训要返回战场 还有德国援助的暴式坦克 也越来越融合进乌军实战力 在等待秋季新一波军援到位之时 乌克兰也换上了新的国防部长乌梅洛夫 似乎也在布局新一波秋冬反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